歡迎回來 大陸影視娛樂呈現爆發性的成長 這個周邊的投資 也變成一門好生意 您所看到的這個畫面 在山東青島西海岸 目前正在打造 全球最大的影視基地 總投資差不多是500億人民幣 占地有166公頃 今年4月底就會正式落成 這個裡面光是水上的 水下的科技攝影棚就有30個 還有歐陸風情 上海風雲的外景小鎮 另外像是音效啦 後製布景道具 也都能夠一戰搞定 它的旁邊有酒店 有遊樂園 有購物中心等等的配套設施 即影視文旅於一體 被稱作是中國版的好萊塢 不論是好萊塢巨星麥特戴蒙 率無影進軍與饕餓 決戰成城 還是機甲獵人 立抗怪獸軍團 捍衛地球 數字搏鬥 猜一猜這些巨制大片在哪拍攝 答案是 煽動青島 交叉彎盤 東方引都四個大字 盎然矗立 由萬達集團投資500億人民幣 耗時四年零七個月 打造出全球最大的影視產業園 占地166公頃 有30個世界一流 配套齊全的高科技攝影棚 在我們背後這個高18公尺寬 90公尺的牆面 是亞洲最大的藍幕牆 在東方引多 還有世界最大的室內攝影棚 面積高達1萬平方米 相當於兩個足球場這麼大 攝影棚有多大 站上平衡車走斜對角 得花上兩分多周 空間大到足以容下劇組導演的 所有想像與創意 這裡還有全球最大的水下攝影棚 可以直接透過巨大的玻璃木牆 觀察演員動態 當然各種服裝道具 各項後期製作 都能在這兒一步到位 光澎湃不夠 60公頃的外景區 歐陸風情和老上海風雨 兩套風格的街景 能滿足不同類型影視作品的 拍攝需求 面向中國電影產業的這種工業化 那麼這裡面首先是達到這個 這叫重工業化 硬件已經達到了 世界的一流的這種水平 那麼下一步我們主要是從 運營管理方面會來著手 大陸已在今年要升全球最大電影市場 增長勢頭強勁 截至2018年3月 電影院有9965家 螢幕總數達到54165塊 居世界第一 但電影工業化水準 依舊落後好萊塢一節 儘管影視激勵不少 但缺乏完整的產業鏈 是最大的硬傷 東方影都有完善的硬體設施 當地政府還會入駐影視企業 提供海關 簽證人才 金融物流等便捷服務 其中影視政策補貼 是最大吸引力 中外劇組爭相進駐 如今一棚難求 檔期排到明年底 在東方影都區域內 進行投資拍片的話 我們可以享受到最多40%的 這種投資的這種返還 那麼同時在東方影都 註冊經營的這種影視企業 也會有給予到 不超過10%的這種 政府的一些專項補貼 錦麗產業園 這外型如底片膠絕的建築 即共物中心 引成遊樂園與一體 適合玩樂一戰搞定 憑藉影視強項砸下人民幣十幾個億 將中國傳說與數位影像交互 技術相結合 營造出一針一換的情境式場景 哪吒它收復了四海龍王的那個地方 感覺很震撼 而水陸兩棲的特殊規劃 讓一年四季365天都能拍翻天 室內特別適合不怕太黑 而且還是很喜歡很開心 天恒溫基本上保持在30度以上 因為我們每天都會有水溫的監測 跟水質的監測投在前面這個大屏幕上 讓客人們非常放心 連雲霄飛車海盜船 一票驚險刺激的遊樂項目 通通搬到室內 看似堆疊營擊 裡頭可是經過安全的精密相機 每個設備投入使用之前 都有600小時的安全測試時間 也就是說這個設備經過負重安全測試 經過真人的乘坐安全測試 遠遠高於這個同級別規定的300小時 在大陸行動支付真的非常方便 就連在遊樂園玩遊樂項目也一樣 只要拿出手機掃一下QR控 就能夠直接進場 從4月底開幕至今不到兩個月時間 週末假日游客人數平均能達到6萬人次 平日也有2萬以上的規模 加上週邊星級酒店 遊艇會館 秀場製樂 陸續運營 讓東方引督除了排隊名 還有觀光旅遊當靠山 另外還有國際醫院 國際學校等 各種配套設施 東方引督是我們萬大集團 打造的一個世界級的一個娛樂的航母 那麼目前我們把它稱作是1加8的這種模式 紅瓦綠樹 碧海藍天 青島素有天然攝影棚的美誉 而如今隨著東方引督的建成 預估未來三年 錄注影視企業將超過500家 每年拍攝製作影視劇約100部 中國好萊塢 敘事待發